锦衣糖果铺67,严世凡的癖好 大家觉得还行的话,帮忙在头像旁边点个订阅,点个赞,支持一下吧,谢谢大家 对着看一图查找皇上所说的几个落脚点 路易彻底明白当年为何能这么顺利地打倒严世凡 除了自己找到的那些证据外,皇上应该早就先有不满了 严世凡的落脚点散步在京城的各大方向 像是将京城为寿了,起心之也,可见一般 今下有些好奇 大人,严世凡要那么多落脚点干什么,这些小院又不可能操练军队 但能藏一些人,另外,这些小院,据皇上所说 当年父亲的调查结果,说是严世凡妻妻的居住地 毕竟一个地方住多了,难免惹是人非 且他除了平日里那些通房丫鬟,妻妻的数量比后宫还多 什么,我,我还以为他痴迷我姨呢 痴迷是真,因为前些年听闻他把正妻修了 当时我还没想那么多,他的妻子原本家是不错 和严家关系也还行,但因为妻弟在朝廷上一次站队出了问题 惹了严世凡,所以家道中落 我本以为是因为这些理由才修气的 现在想来,可能就是为了一空出了正妻的位置 听起来一点也不感动,反而很惊悚 惊吓皱眉 路易答 是的,你猜他有多少妻妻 你说比后宫还多,怎么也有二十个吧 二十妻 路易挑挑眉 他虽然和他父亲严松同样坚叹狡诈 但在这方面却和严颂完全不同 严颂一辈子只有欧阳是一个妻子 而严世凡却 那他的子女岂不是很多 我们搞定一个复仇的严峰 该不会还有千千万万个严世凡后人出现吧 这倒不会 这二十妻房中正是取纳的是一妻武器 其他只是给了名徒圈养起来的 也就是只有这六个人 严世凡才会和他们生孩子 并且长子和次子都已并故 只剩下六儿一女 至于担心他们报仇倒是不必 皇上没有灭门 还分配了一些钱才让他们移出京城 已经是恩泽 他们和严峰的区别是 严峰失去了严实凡事 失去了主子失去了庇护 而他们的远离反而是新生 希望能如你所说 更何况都还是些孩子 我们也多生一些孩子 好好培养 未来就不用烦忧这些了 路易温柔地望向惊吓 大人 说什么你都能绕到调戏我的事情上去 当真是坏极了 谈话间 他们已然走到了最近的一处落脚点 这一户 在京城闹市中 静下和路易想着应该也不会找到什么了不得的线索 进去一看 果真如此 看得出来这里曾经主要就是严实凡取乐求换的地方 装饰精致华美 却没有存放卷宗或书籍的架子 不过当路易和京下走进卧房之时 还是惊了 且不说那张巨大无比的原床 主要是床上吊着的各种绳索链条 以及墙上不堪入目的墙会 路易一把遮住了惊吓的眼睛 惊吓挣扎着 大人 没关系啦 只是你有没有发现 这画中竟然全是男子 路易定惊一瞧 果真如此 他就没看到 看样子 传闻竟然是真的 什么传闻 传闻受言示范不仅好女色 更有男风之品 京城内有姿色的龙阳不曾露网一个 但由于她好女色的形象在我心中太深 所以这一点 我一开始没有在意 现在看来 这处落脚点 便是她宠幸男色的地方 惊吓问 大人 这么说来 阎峰和她的关系 难说 若真是如此 感情上面就更为复杂了 怎么说 两人若是真有这一层的感情 我怕我们就算找出了家族仇恨的证据 也不会缓解她向我们复仇之心 路易说这话时表情很复杂 偷偷看了眼惊吓 惊吓懂得了她的意思 忙说 大人 虽然爱会让人平复一些仇恨 但阎峰和阎是烦的 同你和我之间是不同的 我之所以不恨你 一是有感情在先 二来你爹并不是主犯 并且一直留着朝雪书有回忆 有时候我也会想 如果我是你爹 在阎家全清朝野的局势下 又能做出多好的选择呢 但阎峰成长村落的事情若真是阎松干的 那绝对是无法原谅的仇恨 路易点点头 每次一提到往事 他都心疼不已 而他的小姑娘 不仅真的没有怨恨他 还总是宽慰他 他也应该学着慢慢放下了 路易震了震惊神 那我们先好好彻查一下这里 然后去下一个地方 不管阎峰怎么想 我们先找出证据 好 今夏眼光灼灼 大家觉得还行的话 帮忙在头像旁边点个订阅 点个赞 支持一下吧 谢谢大家